论坛的那个连结打开 那当然基本上我们上礼拜讲的主要是这一些 那最后是有讲到黑名单筛选 那有讲到一些技巧 那比如说像那个 怎么利用那个录制聚集 那当然你可以把那个黑名单筛选 如果每一次都要筛选 就是不同范围 或者新旧资料 或者是说像类似这些是筛选出黑名单 比如说录制饭店 现在也是一样 录制的时候要先确定一下这个人 他是不是在黑名单里面 但如果用人工的方法来做的话 那有没有方法 一键按下去自动可以帮你找出所有黑名单 自动帮你列出来 然后就知道说哪些是哪些不是 那另外可能会遇到状况 是因为你可能会需要做很多东西 因为我们录制的 那画面会闪动 所以如果你希望画面不闪动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再加一行程式 利用什么application 只能e-sale 它有一个属性叫做screen updating 就是画面 它闪烁要不要 那等于false它就不闪烁 那最后也有补充一个 就是增加那个所谓的进度状态条 那个就是说如果说 假设你要找一个资料 它的比数非常多的时候 在e-sale里面 基本上会可能会比较慢 而且什么时候找完不知道 那你可以利用状态条 这样慢慢让使用者知道说 到底进度到哪里 也比较有个底 不然的话有时候找太久的话 那当然你如果说多久 至少你有个状态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能就看到它一直在转转转转转 也不知道是不是当掉还怎么样 OK那这上礼拜讲的重量 今天的话呢 我们一样利用类似 康子相关函数 去做那个什么的 乐透彩重量基础统计 那这一题的逻辑 其实非常的简单 也是类似啦 就是这个是从网络上抓下来 那个最早是叫乐透彩 不过现在好像叫大乐透 它改版之后 那乐透彩呢 早期是1到42号 大乐透是1到49号 好规矩好像改了 那这个开出来号码是一样的 就是六个号码 所以这边有六个号码 加上一个特别号 所以也就是七个号码 那假如说 这资料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啦 你可以Google一下 那比如说我今天找到101跟102 那我想要知道一个结果 就是说呢 这两年的几率呢 这两年的哪一个 1到42号 哪一个号码开出来 几率最高 那我希望做一个排名 这地方该怎么做 那当然我一样 我们分两阶段来看 第一个就是用那个函数来做 那第二个当然还是 最好能够一键按下去 自动帮你把结果给 就做完了 也许前面换个资料 你按下去 还是可以看到最后的结果 那这部分该怎么做 那顺便讲一下 就是说这个资料呢 实际上也是从网络上捞下来的 那当然我们 大部分同学还是希望 比如说你如果说从网络上捞资料 那假如说呢 你要 怎么样 它假设有10年20年的资料 也许它在网页 它分很多页 比如说那个页面 一定不可能一下子 就是全部的资料 不然会 光网页会跑很久 所以它会分页 那分页的话呢 可能你可能要把 所有那些分页的资料 全部跑到Excel的话 那以前的做法可能要什么 选取嘛 复制贴 复制贴 那假如说你每天都需要做一样的工作 也是 但是资料来源是从网络上来的话 有没有什么方式 当然我们 VPA当然是希望能够什么 能够解决那个重复性的问题 就是你不要去重复的话 有没有什么方式 如果你资料来源是说网络 有没有办法按一下 自动帮你把 立来所有的 比如说呢 乐透彩或大乐透资料呢 帮你直接 就下载到Excel 这后面我们有个练习题 就是顺便补充一下 教各位怎么样 可以一键 顺便把网络上的资料呢 全部抓下来 不过抓网络资料呢 其实在Excel里面并不困难 可能主要会利用有个功能 资料 这边有一个叫什么呢 取得外部之下有个叫重web 重web的话呢 它当然会跳这个画面 那不过这个画面实际上 它就是把那个我们内部的IE浏览器 就是浏览器帮你迁入到Excel里面 那你只要告诉他说呢 你这个网页 的位置在哪里 给他一个网址 到之后呢 告诉他说呢 你要下载什么东西 不过理论上下载的东西呢 通常是要一个表格 如果不是表格 你下载可能会有问题 不过这后面我们待会再来看 那所以请各位先把那个勒托彩这部分 先稍微了解一下逻辑 那我希望做什么统计呢 第一个 101年1号开出来的几率 不过在讲几率之前 可能先算一下什么 也许先不要算几率 先算它出现的次数 那101年1号出现几次的话 当然呢 它所有开出来的号码都在这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里面呢 如果1号出现几次的话 那当然以前凸法链钢的方法是 就 有没有 少少少 如果1号的话 那你就在旁边用一个什么 正号嘛 我们习惯 但你如果用这种方式的话 我看永远做不完 因为有四则二号 所以呢 当然第一个 我们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直接插环数 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可以用最近使用过的 或者统计里面的那个count if 那count if呢 其实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做什么呢 在某个范围里面 找什么东西 OK 所以 range的话呢 指的就是 101年里面的 哪个范围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范围 那 这个范围的话 如果说你用以前的选取方法 就是选右 再向下拉 一直拉一直拉 那可能会有个问题 可能会拉过头 或者是说 要很久 所以我上个礼拜有讲过 如果你这种大范围选取 有几个方法 要不呢 你就是 先选横向的 因为它不是到底 先选横向 再control shift向下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快速选起来 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 还不如 第二个方法 就是 先建一个名称 再按F3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你用这个方法的话 以后要变动的话 你可能还要再做一次 所以其实我觉得 建议 以后如果是一个 比较大的范围 建议可以先怎么样 先把那个101年的 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 先做一个名称给他 那名称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先control shift向下 建议名称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选起来 在这边呢 输入名称好了 比如说这个名称叫101年好了 不过 定义名称有一个 它的规则 就是不能用数字 有没有 这个地方如果输入101 它会跟你讲说 不是有效的名称 为什么 因为它不接受数字开拓 所以我们名称叫什么 开奖好了 也许用前面 前面加一个开奖101好了 这个范围开奖101 那顺便把1020也定义好 所以这个名称我先复制一下 Ctrl C 因为等一下会用 102年一样 横向选 Ctrl shift向下 然后呢 在这边呢 一样定义一个名称 叫开奖102好了 所以我们有定义两个名称 第一个名称呢 所以你可以到公式名称观点看一下 第一个名称对应到就这个范围 第二个名称就是对应到这个范围 有没有它会列 但另外还有一个 上个礼拜有同学提到的 如果你将来资料会增加 也许你可以选择 整个蓝 比如说有7蓝 你就整个选 那这样的好处是资料如果增加的话 它自动会update 因为我们这个资料应该是不会update的 所以我们就选 选那个范围 好选完之后的话呢 再来一样就是 做那个统计一下 那比如说我刚刚用那康义服 那康义服什么呢 F3 那开奖101呢 给它 请你在这个范围里面 帮我找找看呢 1号出现的次数 有几次 它会回来告诉你 17次 那其他当然可以的 不过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是几率的话 那你就可以知道 除以什么呢 它一整年开出几个号码 意思就是帮我刷一下 101年里面 刚刚这个范围里面 到底出现了几个数字 所以呢 如果出现几个数字的话呢 我们可以除以 数字的话还记得吧 上个礼拜才讲过 抗扯 刮弧 切一下 抗扯什么呢 抗扯 然后呢 后面就告诉他说 那个范围 F3 你可以把开奖101放过来 后刮弧一下 意思就是说 帮我算一下 开奖101里面 总共的号码数量有几个 然后你把它除以 它开出来的号码 打勾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 它的几率了 但如果你算出一个之后的话 其实102年 也很简单 你不需要重做 你只要把公式复制 再贴到102年的地方 把这个有没有 名称改一下就可以了 其实有时候 这名称好处是说 如果你的那个名称 差一个字 101 其实有时候 贴的有时候蛮快的 直接向下填满 那这个几率 这两个相加就合集 在排名就可以了 好 那这里请各位 先稍微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利用那个count if 跟counts 去算出那个 每个号码 开出来的几率 比如说101年 它开出来的几率 跟102年 开出来的几率是多少